陈隆大哥差一点点 废了您的脚 这怎么得了啊 就是铁蛙的时候 我跳弹床 那个脚受伤了 那么他们呢 就用干冰帮我敷 因为干冰的话 可以冷冻 数分钟 你没有知觉嘛 你还可以继续拍 结果我继续这样子 不断地继续 然后把这个场戏拍完 这场景可以拆了 但是陈隆说 他当时以为 我从此以后腿就废了 受了伤可是又要继续拍 为了没有感觉 还要用干冰 把整个人的知觉给麻病掉 不然的话你就不能继续嘛 对不对 你痛了 因为你还是要站起来 像英雄那样 对 不过您在65岁的时候 本来想要退休了 不过没有想到 不但接了舞台剧 后来还拍了《阳门女将》 而且舞打戏 全部都是自己上场 如果是古时候的话 我就是舍泰君 因为我最合适演舍泰君 我会奋不顾身地冲过去 记得拍那个电影 《阳门女将》的时候 我都六十几岁了 我都六十几了 整个戏的人 只有一个人是真的骑马 就是我 其他的都是替身 只有我还骑得马上 因为我觉得自己真是舍泰君 有这么感觉 拍这种舞打的戏 对于六十几岁的人来说 体力上会不会有点 没有办法复合 其实当时的我 还是可以复合 现在的我就不行 因为很多旧伤都来找我 人其实是有限度 怎么讲呢 就是你该命中做多少 你做过的话 他迟早要找你算账 现在就是所有的身体的东西 都来找我算账 所以您这一辈子当中 拍了这么多戏 受了这么多伤 留下来的这个旧伤 最严重的是哪里呢 也不见得最严重哪里 就是我最近因为常摔跤 所以我的右手开始不灵活了 那现在目前来讲是最严重 可能过两天 你再看见我 我又练好了 就变成不严重了 对 其实很乐观 所以在现在还常在做一些复健 对啊 手可以比较灵活一些这样子 希望能够使得 我这个以为要讨得赞 已经可以还清了 不过当时拍戏 尤其是像是拍杨门女 这样这种打戏 要穿盔甲 真的很辛苦 对不对 好像这个一整天下来 也不大有机会 可以去洗手间 我基本上都不上洗手间 因为穿盔甲嘛 脱盔甲都麻烦 会浪费很多时间 所以我多数都存到 最后一个镜头 然后回酒店了才开始上 一整天都不上厕所 不喝吗 就不会上了 一整天都不喝水 对啊 早上几点都上戏啊 杨门女这样的话 可能六七点就上戏 因为古装嘛 比较难 化妆啊什么 都需要花时间 然后我们出外景 要走得很远 所以就比较来讲 花的时间比较长 六七点开始化妆 那什么时候收工 可以回酒店 太阳下山了 就可以下回去了 就是中间 可能有十个小时 都不喝水 不喝水 一口水都不喝 不喝 那怎么受得了 受得了 我就是这样受了 这完全是用意志力撑着 因为天气冷嘛 你就算上厕所 也非常不方便 我不带注意 所以我不希望麻烦那些服装 会帮我穿衣服 花很多时间 我的最好的方法是 我永远不让自己迟到 我希望我能够做别人的榜样 不会因为别人迟到 影响到我 我也迟到 我觉得这种想法是挺幼稚的 就是说他迟 我比他更迟 看谁大牌 我觉得不需要这样 我很少会耍大牌 说我不能接受 我不演 我觉得至少我的本分是首当 那会不会有人敢在您的面前耍大牌呢 他是大牌 他当然敢 为什么不敢 不过相对来讲 别人会因为我很守时 别人也会尊重我 像刘晓庆 那么有等级的演员 他每次看见我 已经到现场去了 他就会赶快出来 因为他说 佩佩姐都出去了 我就赶快出去 所以是需要 做一些榜样给年轻的演员看 不过像是有一些年轻的演员 可能就是 当然因为他实事造英雄 年纪很大 所以可能也会有一些些 比较大牌的行为 像这样的演员 经过一个完美的包装 也可以大红大紫吗 还是根据您这么长久 在演艺圈的观察 其实只是包不住火的 其实是包不住火的 这些持角会淘汰 就是你能够有多少分耕耘 就有多少分收获 像您之前拍周星驰的电影之前 是把他所有的作品 全都看了一遍 然后拍《我虎藏龙》的时候 又去学练功夫 花了很多的心血 所以每一次 接下一部戏的时候 你要花多少的心力 要下多少功夫来做准备 其实要看那部戏 拍摄是我最大的兴趣 我愿意花一辈子的时间 但是不是每部戏 它都让你花那么多时间 所以你这个问题就要看 我有没有碰到 像唐普顾点秋香 像卧帅长龙这样的好的制片 如果是好的制片 我仍然会花很多的时间 您背脚本的速度快吗 有的人好像光是背台词 就背很久 我应该算很快 因为不然的话 我就老是痴呆 以71岁的我说起来 我应该还算是可以 可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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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